大家好 欢迎收看古海飞扬 那么台北股的今天还是一样 持续的受到中美的一个贸易战 大家担心会不会越演越烈 那我节目中我也讲过 说其实到今天你看 他们还在吵同样一个话题 你要讲利空 最近你就只能讲利空 但是最近其实在六月底的时候 节目中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一次指数的部分 其实你把指数懂了之后 这个修正其实你会觉得 其实他没有什么好意外的 你也不会觉得说你完全没有预期到 除非你说老师我完全没有预期到 这个行情会下来修正 那当然你会很意外 可是如果说这是在你的规划范围内 他是可以这样的走的话 其实他这个修正你会觉得很可怕吗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只是看你有没有规划到 可是问题是你有看我节目的话 六月底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的时候 你应该都知道了 当时我就讲 我说成交量在持续萎缩 而这个成交量它造成周的 每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 每一周的成交量是持续的降温 那你周均量降温 你不可能期待大盘大涨 所以你要说是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也好 什么影响也好 我说都接受 40百战眼前量是均量 周均量是萎缩的 那我们就不会去期待指数你会大涨 所以我说我解盘 我很客观的跟你讲 我看到什么 我认为指数会怎么样 我就跟你讲怎么样 那我不会刻意的给你什么信心 不会 因为那很无聊 信心这种东西 不是我刻意叫你有信心 你就要有信心 不是这种东西 那指数部分 你要懂它 你就知道说 在这种结构之下 我该怎么操作股票 我可以赚到钱 这是你现在去了解的东西 不是指数 指数现在跌 它就涨 那该怎么办 完全没有头绪 那很糟糕 从了解指数 进而去明白 我现在个股要怎么做 其实说穿了 就是我刚才讲的 其实我当时六月底 我就讲了 加券指数六月底的时候 我就讲 以周线角度来看 对不对 均量是开始萎缩的 均量是开始萎缩的 均量萎缩 你只能等到未来 花一段时间之后 均量又开始重新向上的时候 才有可能是另外一个阶段启动 那在此之前的这段期间里面 指数我们先规划在这个区块里面 在这个区块里面 那我在讲的时候呢 基本上我讲过了 到今天的指数修正 它还是可以向下回的 到这个区块里面 根本都还没到 所以连我规划的那个区块的下缘 根本到今天 虽然中错100点 根本也还没到 所以它就是在这个区块范围内 来来回回 你懂了吗 所以如果你都知道了 它本来在量缩格局之下 均量萎缩格局之下 会在一个区间里面 来回震荡的话 甚至来回震荡 就是有可能回 有可能弹 有可能回 有可能上 对不对 所以这段期间里面 你看到指数回 不用担心 不用悲观 你看到指数上去 你也不用高兴 因为就是一个均量萎缩之下 形成一个区间格局 那因为你指数在万点 万点之上 你来回区间个几个percent 它就有几百点的空间 所以你不能说 因为几百点 所以你很害怕 它现在万点的水准 所以你不能说 万点我不准你在几百点的区间 你会害怕 我只准你在几十点区间 那是不对的 观念你要随着指数在不同的位阶 它的看法格局要放大了 在一个万点格局之下 区间不变 所以你要看待它是一个格局的问题 那我也讲了 那这种格局之下会造成什么 均量是萎缩的 区间重震荡 所以股票普遍都是以什么 当初我就讲了 中小型为主 因为你不可能在一个均量 尾收格局之下 你跟我说你要买 大买台积电 大买鸿海 他们会上去 均量就是说了 那种中大型 就是带动均量上来的股票 他们不可能动 所以你说你要把资金 重压鸿海 重压台积电 我说此时此刻 我不建议 因为均量告诉你的 他们在干什么 对不对 所以应该朝中小型 在这段期间里面 这段期间里面 做中小型股 绝对可以赚到钱 好 那有没有中小型股 在最近这段期间里面 真的有人运作呢 有没有 如果真的有出现 做手运作量 那就在那个标的 你一定要去买 就是他了 所以大凡在回 在震荡区间里面 目前在回的阶段 对不对 你却看到 这两个礼拜以来 到今天 他还是在强攻 今天在创新高 今天又涨半根涨停 6204的爱华 然后你现在回头看 爱华怎么这么强 怎么这么强的时候 你就告诉我 我知道了 因为他是什么 被动元件 有人赚了70%的 你们才去说 因为他被动元件 他以为怎么 他也受贿 被动元件缺货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 对不对 涨70%的 你们才开始研究 才开始有券商 准备要出个报告写一下 所以市场能够赚钱的人 永远很少 很少 很少 我不瞒你说 当时我邀请各位来见证 专人通知 带你买进的时候 当时有几个 不是只有一个两个 是好几个 我就实话实说了 专人通知 他们报名专人通知 带他买 通知他6204爱华 结果反应是什么 可以换一只吗 可不可以换一只 老师这个股票 很多的想法 什么样的想法 我就不多说了 可是事后你看一下 我已经讲过了 如果你们 真的愿意来我这边 我说我提供你专人通知 最新标的 我会带你买进 专人通知 带你买进 代表说我一定会让你成交的到 我这用意很简单 也包含了像这些投资朋友 当时他们来了 那个当下通知买爱华的时候 他们是有一些奇奇怪怪意见 可能觉得说 这个标的 他做什么的 他会涨吗 我不认识这个标的 我不想买之类的 各式各样的 你会觉得很奇怪的问题都来了 为什么专人通知 因为我让你知道 那个当下在通电话过程中 我就讲清楚说明白 让你知道为什么要买爱华 务必让你去买就对了 因为我所有的动作 我所有的标的 我不可能天天有新标的给你 所以当有标的给你的时候 我不再跟你开玩笑 我都请你来了 我专人通知带你去买了 就是一定要你去做到这件事情 不要耳后 我节目上每天在跟你讲 公开这些标的的时候 你才后悔说 当时有 我有得到通知 可是我就是不听话 我就是不买 这是很可惜的 我不想要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我说 在我这边 我都叫你去什么 我们专人通知 透过专人 直接电话联系 在那个当下 把你的所有的疑问 我帮你化解掉 直接去操作 就是买进就对了 我今天如果说 你拿的是文字简讯 你收到简讯之后 买爱华 你可能有自己的想法 爱华我不喜欢 我不认识 他做什么的我都不知道 那我就不买了 我等下一档 很多人 就是这种行为 这种想法 所以我用专人通知 想法很简单 对我来说很简单 我就叫你买到就对了 因为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我带你做任何动作 一定是有评有据的 没有确定数据 我不会带你做 所以做股票 如果你不确定 我讲的嘛 你如果不确定那个标的 他真的会上去吗 你如果不确定 你干脆不要买 因为那是钱在做交易 那是真实在做交易 不是你虚拟的东西 不是虚拟 是真实在交易的 对错 那个当下一买下去 对错就决定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买的当下 你能不能在最后再确认一下 你买的原因是什么 逻辑是什么 你很肯定他一定会上去吗 有九成的把握 你认为他会上去 有九成把握吗 如果你没有任何一个依据 让你支持你去买那个标的的话 我告诉你 你就先缩手 不要做动作 那来我这边 我说我不会每天都有新标的 那很奇怪 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每天有新标的 但是只要有 有做手运作量出现的标的 我们就开始琢磨 开始带客户进场 所以既然有人在运作的标的了 我要带你进场了 我当然要你一定要去买到 因为这绝对不是在开玩笑 如果一档标的 我带你买的当下 你都很认同 他一定会标 那很奇怪 那代表什么 代表他一定是已经涨很多天了 市场公认 那是属于强势族群的 譬如说我现在带你去追 和生堂 你要不要 你会说 好像有和生堂 好像有机会 变动元件和生堂很强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昨天 如果我昨天带你去追和生堂 你很开心 因为昨天涨停 那今天呢 要不要看一下 跌停 市场公认的强势股 我昨天如果带你去追 你会认同 你愿意出手买 因为你知道这强势股 被动元件和生堂 对 那今天呢 问题就是出在于 这些标的早就已经脱离了 所谓的运作转折区 所以你在一个已经脱离运作转折区 上去过程中的标的 你去操作它 你要承担很高的风险 你知道吗 可能一个不小心 今天就昨天最上去 今天赔10% 那可是如果说当时你买和生堂 是买在运作转折区 我节目中我有给你预告 我都有预告 运作转折区的话 这一波和生堂 你是大赚的 你不是沦落到 像前几天你去追逐和生堂 被动元件 然后摔一跤 对不对 你认为是强势股 所以我做节目 我只是希望各位去了解 你真的听得懂 我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吗 你做股票 你要确定才能出手 那因为我做股票 我有逻辑 我有数据 我提供有评有据数据告诉你 我们真的确定确认了 所以我才请你来专人通知 我带你去买 所以一旦我带你 我通知你了 专人通知通知你去买 你不要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 你不要以为这个标的 我们是随便抓 顿抓给你的 不可能 不是 你真的去买买看 只要你肯改变做法 你就带我去拨电话 我昨天已经跟你讲过最新标的了 现在来 我们会买的就是这一档 那等到有下一档出现的时候 我会再通知你 但问题是现在没有标的 就是这一档最新的 昨天才出现运作量 对不对 昨天7月4号 昨天的中午10点到11点 那个小时累进出现运作量 进去了 579张 对不对 那你说你要不要买 所以我说我通知你的时候 你就去买就对了 最新的专人通知标的 最新的专人通知运作股 运作股 有兴趣你待会拨电话 那就带你买这档标的 你就去买就对了 你不要想很多事情 把你的想法拿来去认为说 这个标的会不会 如你想的 如你怎么样 我已经讲过 我都提出有确定的数据给你看的 任何一个动作绝对是有道理 有原因有理由的 我带你买在哪里 为什么在那里买 我都讲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所以一档一档会陆陆续公开 我请你来专人通知 我带你买的标的陆续公开 对不对 最少两层起跳 没有两层的幅度 人家干嘛去运作 这爱华从两层扩大到变70% 对不对 涨停 6月25号 这一天我跟你公开 最早第一笔的运作量 运作区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对不对 后来我说这个量量小 我没办法买 所以我们是在这边 拉高出量之后的 这个三角收链形态里面 我说可以通知 专人通知 可以买 进场买 陆陆续续把它买到 这里有好多时间可以买 你绝对有时间买 你怎么买就买在这附近 均价在这附近 之后启动 一根涨停 两根涨停 是不是最少两根起跳 除非他抽单了 坐手抽单 我带你走 否则 否则 他有可能会扩大 变成一个波段标的 我是不是每天都这样讲 对不对 对 所以既然运作了 我讲过了 最少两层 我今天运作的标的 不可能我坐手 不可能只是为了 我未来要把它拉起来 拉个8% 我就要抽单 我就要走了 我运作了这么久 我只是为了要拉个5% 我就要走 我跟你讲 最少两层 因为最少两层之后才有可能吸引到外面的一些外部的一些买盘进来跟单 那如果他要抽单 他随时可以抽单 对不对 可是他如果他不要抽单呢 就算外部的跟单量都进来了 他还是没有走 那代表什么 代表休息整理之后 要走波段 股价循环就这样来的 懂吗 所以最少两层你去观察 有没有抽单 如果没有 我恭喜你 你这档股票你赚的不会只有两根 最起码就是一个波段 所以到今天 你看从我这边正式给你公开 四根涨停 有没有 五根涨停 已经52% 53% 六根涨停 今天再创新高 今天再创新高到41块 各位 70% 70% 第一次运作在这里 第二次运作在这个修正 有没有 所以怎么买怎么买 你都不可能在这边追 你绝对是不是这里买 就是这里买 对不对 不是这里就是这里 不是这里就是这里 你怎么买 你回头看 你都是买在一个运作转折区 运作的转折区 所以在我这边我讲过了 我们是买完之后 而后它要变成强势股 不是去买强势股 很多人都是去买强势股 可是在我这边 我专人通知的客户 很多人在初期刚来的时候 像最近也是 大家买那个标的 他会觉得很奇怪 有些都故意买个一点点 还在试试看 试试看我们讲的真的假的 我说其实都无所谓 你愿意买就是愿意信任我了 那我专人通知 我绝对 我照我们该给你的赚 你该获利的 我就该给你 你就照着纸质去买 未来你会发现 回头一看 我带你买的股票的位置 就是运作区 就是运作区 懂了吗 一个爱华 70% 70% 好 然后呢 每档股票 你看哦 你看我的节目 你会发现 我只强调一件事情 这两件事我一定要讲 我只强调的是什么 哪里买的 还有我为什么会在那里买 可是你看面所有节目 没有人会告诉你 哪里买的 还有为什么在那里买 对不对 我说我们买爱华 我在哪里买 那个位阶 为什么我知道要在那里买 我都讲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绝对不会拿 拿爱华跟你说 因为他被动元件 因为他怎么样 他营收开始 你看出现变化 营收开始拉高 他怎么样 所以你看我们有爱华 我们恭喜 七成了 我们公司 我们大家都大赚 这个就是你所有 这么多年来看的投顾节目 对不对 我讲完这些之后 请问你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买了吗 你知道我在哪里买吗 那我为什么在那里买 你听到了吗 你完全没听到 因为我不能跟你讲 我要是跟你讲 说我在哪里买的 你还会跟我报名吗 不会啦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跟你说 爱华 我们昨天去追涨停板 你来我会带你追涨停 追强自股追涨停板 你要报名吗 你会报名吗 你愿意吗 你敢吗 所以所有的分析师 绝对不会跟你讲这两件事 他在你的股票是哪里买的 还有在为什么在那里买 绝对不会讲 因为讲了 你就转台了 你也不会报名了 懂吗 可是我说我做节目 我要把所有的详细的内容 把它讲得清清楚 明明白白 让你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我会在那里买 那买的原因是什么 那最后我们通过这样做法 我们得到什么 而且我们在那里买 因为是有评有据的 所以我们做得很放心 而且关键是我根本不用去追股票 根本不用追 我在一个运作区内 我带你去买进就对了 有没有 所以发现 最近大盘不好 我讲过了 中小型股 只要有人运作 你就要去买 尤其是大盘不好的时候 量萎缩的时候 中小型股会活蹦乱跳 所以当中小型股 当你看到有谁有出现运作量 有人在运作的时候 你就不要放掉 你一定要去做 那你说老师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说了 你可以拨电话来 我请专人通知 带你去买 对不对 你可以来 来专人通知 带你去买进 你事后回头一看 真的就是运作量 真的就是运作区买的 真的没有骗人 真的跟你过去参加过的 飞机制完全都不一样 我把我们的实际做法 我透过节目跟你公开 别人不是 别人是遮遮掩掩掩 遮这个眼那个 什么都不敢讲 只敢讲涨停 大赚 涨停大赚 为什么 报告基本面 用基本面来掩饰 他们追涨停 他们买了一个 涨很多的股票 对不对 你现在手上 有没有套前一阵的强势股 你现在手上 有没有套过前一阵的强势股 最近强势股被动元件这么强 你还套住 对不对 为什么 谁带你追的 买在哪里 你去想想看 你最近手上还有没有套过 套到LED 对不对 你最近手上 有没有套到什么 之前强势股的达方 有没有套阳明光 有没有套顶元 有没有 都是之前强势股 那为什么会套住呢 谁带你买的呢 这些人上节目 不会告诉大家 他们在买在哪里 他只会跟你讲 他们有那个标的 他们大赚 对不对 我讲了嘛 就是这两件事不敢讲 因为不能讲 哪里买的 为什么在那里买 要讲清楚说明白吗 偏偏他们都不愿意讲 不愿意讲 那就有问题 那就有问题 大赚有没有 这些过程都不用讲 我只讲这件事情 你为什么带人家去买大赚 为什么 告诉我 运作量多少张 多少张几笔 拐点出现 这个区域 你事后回头看 它就是运作区嘛 是不是 是不是 对 所以就不用看了 你一定赚 最少两根起跳 过程都不用看了 这些我跳过 我不想讲 我该讲我都讲过了 有没有 两百万在这里买 多少 这样子而已 一百零三万 两百万赚一百零三万 所以我讲什么 我说如果你做的不顺 自己的操盘逻辑 让你觉得没有把握 没有胜算的 你手上现在有套牢持股的 我建议你趁早 不要问题越来越严重 来不及了 趁早把它出清 停损 你就忍耐一次 就是给它停损掉 换回多少现金 无所谓 你待会拨电话 然后来买最新的 我专人通知带你去买 人家两百万 一个股票 拉一小段上去 就赚一百零三万 那是你自己不要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改变 那就从现在开始 那第一步 可以先把套牢持股 全部认赔 全部出清 换回多少现金 都没关系 来买新标的 昨天正式出现 579单的第一笔的运作量 而后如果继续的运作区 在运作量的话 一样就先买这一档 这个标的上去之后 我认为一样 做手运作股 最少两成起跳 你可以换多少现金回来 如果最少给你 先给你两成 你赚多少钱 你自己想想看 有兴趣再拨电话 我通通都是专人通知 我带你一定买得到 一定要成交 开始拨电话 不限名额 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所以你会发现 最近很多标的 最近很多人股票套牢了 套什么股票呢 其实都是之前 我们早就已经先卡位 赚了很多的股 钱的股票 然后市场才开始追进 叫会买进 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怎么讲 我怎么讲 你们听得进去吗 因为你们喜欢人家 带你去追热门股 他不热门的时候 我带你去买 甚至我还请专人通知你买 就是务必要你先买到 真的有心 要你真的赚 真的有一次机会 真的赚一大笔钱 你却你却当作不当作一回事 你追逐 你最反而在意的是那些 带你去追热门股那些人 你认同他 那我能讲什么 阳明光 5月16 我就给你公开了 我节目预告 还有一次买进机会的亮晶晶 有没有 当时我还取个名叫亮晶晶 阳明光 为什么买 你看 有没有拐点 有没有运作量确认 有没有给你机会买 有没有 有啊 上去了 阳明光当时买的时候才几块 当时才50几块 这过程我们就省略了 时间有限 我们一路追踪 一路追踪 你看我们一路追踪 都没有人要 都没有人认同阳明光 你看赚多少 200万赚多少钱 到最后来 涨到169 200万在这边 当时我邀请你来买的 你不买的 买不买都无所谓 然后包含我们的客户 买200万的 买多买更多的 不要算更多的 买200万以内的算多少 200万的 我当时算给你听了 对不对 200万赚378万 只买100万左右的 赚189万 就一档股票 可是你们不是 50几块 跟你说亮晶晶这个标的 要请你们来当见证人 我专门通知带你买 你们不要 不认同 在这种位置 不认同 上去到150 160 170 每个都抢着药 你的老师带你追 你就很认同 追赶快追 因为他会标 我觉得好奇怪 这个逻辑 我很难去想象 这是什么样的逻辑 我已经看不懂了 和声堂 你们都很喜欢买 对不对 我在买的时候 在哪里 这个达方 有没有 你们很爱 很爱追 5月4号各位 我公布2468张 达方 我欢迎来见证 我盖起来 你们在哪里 你看 过程我就不要赘述了 最后结局 有没有 有没有 运作量在哪里 在哪里 2468张运作量 在这里买 你不要上去 200万赚 394万 100万赚 197万 你们抢着追 那你跟我说 老师 你说你 你说你没有套牢股票 你说你会赚钱 那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我不管你们 现在想法是什么 你现在做股票 套多少资金在手上了 你都不要想这么多 你只要愿意 除掉一些套牢股票 换一些钱来买股票 我邀请你 现在你不要管 别人怎么讲 你就来做一次 不一样的 做手运作标的 我专人通知 带你买进 昨天正式出现579张 有兴趣的 你待会就直接拨电话 不限名额 我们专人通知 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优独的 慘根捣 优优 nutritive 增加 8 实际 saya 电话 感谢观看